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能力啊 让你在这儿 待了这么长时间 对不起 我想你了 非常的想你 不仅是我想你 我想 我论他也想你 我想你也很想我妈妈 你看啊 这个呢 是你送给我的魔方 我会玩了 玩了不好 还凑我 我现在 学会了做饭 我想你再也不会说我 是打男子主意了 我想 如果你还能回来的话 或者是 还有下辈子的话 我还想跟你在一起 还想 一起吃饭 看电影 哪怕天天吵架呢 我的高兴 哪怕天天吵架呢 哪怕天天吵架呢 我都高兴了 你 你快回来啊 你快回来啊 我怎么又找不到你 市里的消息还说 我 吴书记亲自指示 江云化工的赔偿款 一个星期内必须到账 否则 否则就把幕后的股东 掘第三尺 到时候 挖出萝卜带着泥 再把集团给搅进去 就得不偿失了 哇 让他们尽管挖呗 我罗华工在这里做生意 那么多年了 这么容易轻易被挖了出来 不就是白昏了吗 码头村那具女尸 罗总听说了吗 那个女巨哲 就是启航 孝逝多年的老婆 郭念 没想到她真的死了 怎么辣出话呀 爷 事是办了 郭念死了 不是 你 你 你再说一遍 不是 不是 不是让你教训她一下吗 把人弄死干什么呀 爷 我也没想弄死她 但是当时情况就是那样 我也没办法 你想干什么你 又见面了 打击者 我就想问问你 有没有在这儿藏什么不该藏的东西 让我找出来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懂 而且懂得很 你们这些干记者呢 不都喜欢 在这种地方藏什么摄像头啊 什么录音笔啊 说啊 藏哪儿了 我没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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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做鬼都害怕了 你们大工集团 就是江音化工厂幕后影子老板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江宁华工厂不仅排屋 还提议你们行贿 行贿官员洗黑钱 这些我全都知道 我已经查清楚了 你别好歹 干什么你 老子告诉你 刚才那一巴掌 只是警告而已 如果你再胡说八道 我知道你有一个最喜欢的弟弟 到时候就不是警告那么简单了 你敢逗我弟弟 你试试 我跟你们听了 你敢逗我弟弟 你试试 你抓我死了你 我 我不要 是啊 都是为了自己的情人哪 好 我就要利用这件事情 对付齐恒 用她的老婆 对付她本人 没错 就怎么办 谁让这启航处处针对我 要不是她的话 这些老百姓会来找我赔款吗 好好的江云化工呢 现在废了 我还听说 她在怂恿检察院要起诉我 要判江云化工赔巨款 要恢复当地的环境 处处针对我 要把我逼死 行 齐恒 那我也得抓住这次机会来对付你 那我们要怎么做 演戏啊 这两天你写封据报信 据到事里 要寄给齐恒书记 信 要写凭信 往油桶里扔的那种 秘密还是实名 当然是实名了 无毒不丈夫 要去哪儿 那我 要去哪儿 其实 入门 这次 γοnap 好 葚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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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哥 大哥 你怎么喝这么多 大哥 你家在哪 我家在 在上面 那 那给你家人打个电话 大哥 我呼你起来 我再和你天下 你再给我一只多的食尿 那他怎么了 他 喝多了 喝多了 来来来 快起来 好 我试试 来 谢谢 先交给你了 谢谢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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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儿嫂子 慢点啊 慢点 咱们去沙发那坐着 你还好吗 难受吗 不难受 慢点点 我们坐沙发上 小心 我记得 我记得啊 看见郭念了 郭念啊 他没有怪我 他跟我说话 他原谅我这大男子 如玉 我很开心 也想喝酒的是吗 慢点 给 一起 一起喝一杯 一起跟他喝 慢点 哎 哎 哎 郭念啊 他啊 跟之前 没什么变化 齐悦 你听我说 还是那么不照顾 我这个情绪 你听我说 新闻里面说的 那句女诗是郭念 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希望是郭念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是他 可是没错 DNA DNA啊 DNA都是对的 不可能 不可能 特别是您说到DNA 我觉得完全不可能 因为我之前 我有偷偷拿 郭伦的DNA去验过 就在他喝酸奶的时候 把那个吸管 拿给喉吐骨 拿去做 完全不符合 小马 小马 郭伦的DNA 不是郭念的DNA 郭伦是郭伦的DNA 郭念是郭念的DNA 不不 你你都给我说糊涂了 什么 什么叫郭伦的DNA 不是郭念的DNA DNA它是可以 直系清除去验验的 郭伦 不是郭念的弟弟 所以郭念的DNA 是郭念的DNA 郭伦的DNA 是郭伦的DNA 捡来了 郭念 你要去哪儿啊你 干吗呀 不是 你要去哪儿啊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什么样的日子 这不挺好吗 你每天都不让我工作 让我天天在家里待着 可是你呢 你天天在外头忙 我一天也见不到你 我觉得 你现在越来越不了解我了 我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家 你能离开我离开这个家 能离开你那弟弟吗 他不是我弟弟 他怎么就不是你弟弟 郭伦本来就不是我亲弟弟 他是抱回来的 他怎么是抱来的 你又说气话是不是 当初就是因为我爸想要个儿子 我妈生不了 所以他们就抱回来一个弟弟 这么多年 我给他吃给他穿 督促他好好学习 他现在长大了 他应该懂得照顾自己了 而且我觉得他跟你在一起 比跟我在一起更安全 我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就想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以吗 齐恒 我觉得我们彼此该给对方一个空间 你说郭伦 他不是郭念的亲弟弟啊 不是亲弟弟 但是比亲弟弟还还挺 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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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什么 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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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伦你掉 你干吗 郭伦 你干吗啊你 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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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照顾好自己 我去看一下郭伦啊 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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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不让我告诉你 你姐不让我说 你比他亲弟弟还挺 郭伦 郭伦 我姐 不是我亲姐 我姐竟然有过 丢下我的念头 但你姐夫她没有 我的心 你姐夫他永远不会的 我也不会 我姐跟我一点关系还没有 齐恒跟我更没有一点关系 但他却是 那个一直对我不立不弃的人 郭总好 帮我进行下车这些快递啊 好 谢谢 您好 请问棍林在吗 我就是 您有什么事吗 你就是郭勒 对 请跟我们走一趟吗 我说侯警官 你不去调查杀害我姐的真凶 干吗抓我啊 别乱说话啊 问你什么就答什么 我问你 你为什么怀疑你姐是被杀死的 我们现在的证据 只能证明你姐是摔断脖子损 至于她是掉到井里 还是被别人推下去的 现在还不能定论 万一是她自己掉下去的呢 还有 虽然有那么一封你姐寄给你姐夫的所谓的分手信吧 但是就现在的法医技术 还不能把你姐的死亡时间 具体到六年前的某一天 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范围 所以你姐呢 有可能是先离家戳走 再寄信 然后死掉了 所以呢 就不能证明 有人杀害你姐 再伪造你名信 寄给你们家 是不是 道理是某道理 但我就是觉得我姐是被人杀害的 这违法吗 这当然不违法 所以你就给我们寄你一名信对吗 瞪什么眼啊 就你这点小伎俩 用你们的话是不是叫漏爆了 你以为给我们发个快递 写个假的记价地址 假名字 假电话 我们就查不出来了 我告诉你啊 通过快递单号 我们就能锁定快递员 锁定快递员 我就知道他在哪收的价 什么时间收的价 一查就查到你上班的公司了 还有 你姐的头发 这么私密的东西 谁会有 是不是用脚趾头 都能想出来是你干的 人家警察不傻呀 你说什么 说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想查清我姐的死因 但我不想让齐恒知道 否则她不会同意呢 所以你就打算 再给我们记着第二封匿名信啊 携着我们调查 对 虽然她不是我亲 说什么大点事 对 我就是想 帮助你们去调查 就是这样 你气这东西我看了啊 你是怀疑你姐查到了大公集团和江云化工农场的非法勾当 所以被那个郑夺杀害了对吗 肯定是这样的 要不然不会那么多巧合 而且水卫红也说过 她亲眼看到郑夺威胁我姐 这郑夺很可能杀害我姐 好 这水卫红啊 现在还没找着 咱先不说 你能证明 你和水卫红在不同的地方 见到的那个人 就是郑夺吗 就算是郑夺 你又能证明 大公集团和江云化工农场 存在你姐查到的那些非法勾当吗 不能吧 所以你这些是不是猜测 不是所有的调查都是通过猜测和推理开始的吗 这话你小子说的还算靠谱啊 所以呢我要谢谢你给我们寄来这么多线索 但是现在我要跟你说正经了 这事你不要再插手了 交给我们警察 我就问你 你相信我吗 我哥们我这 别套近乎 行 但是你不能把这事告诉齐浩 他会担心我的 行 你只要答应我不再私自调查了 我就不告诉齐浩 你还可以拿我当哥们 成交 来 你先看一下这封举报信 有人举报 郭念的死也跟齐衡有关 怎么样 很吃惊吗 我也跟你一样 看到这封信以后 可是这里边空泛的 只是说齐衡有家暴事 欧大国郭念 然后郭念提出了一份齐衡不同意外 没有实质上的什么严正和无证啊 虽说这是一封实名举报信 但是我觉得可信都不是太强 是 是 当然了 我们都是了解齐衡同志的 这个同志除了工作上比较较真以外 那还是个好同志 所以我也不大相信 那齐衡书记您的意思是 我是这样想啊 只是凭着我们个人 对齐衡同志的认识 对他的感情 那就把这封举报信 扔到垃圾箱里了 是不是也有失原则呀 那您觉得这事该怎么办 先查一查吧 查一查呢 我们也是对党对人民负责 也是对齐衡同志本人负责 如果查出问题来 我们再按程序主机汇报 如果查不出问题来呢 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还有什么想法吗 好 没有 拿成 那我就成立一个小组 设计这个线索呀 要查下去 好 我就走了 我强调一下啊 调查先密密进行 知情的人 控制到最小范围 情况有什么进展呢 负责调查的通知 单独向你回目 也单独向我回目 行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好 去吧 我来不来 这些事情 我来说 对我来说 如果我有关系 那些事情 我去把西哥 没有办法 我去把西哥 高兴就突然之间停了她的职 这不符合规定和流程 就算是要停她的职 也得得到市里的点头 包括高允的支持 那 别急 这只是第一步 我这里还有第二步 第三步等着她 你怎么回事 家暴 家暴 我觉得 我没有 老侯啊 如果是工作压力很大 工作很多 我跟她吵过架是有的 我觉得夫妻之间很正常 但你们说 我家暴长期地 虐待我的老婆 这真是八蛋子都打得出来的事 合适 齐远 可那个举帮人说了 说你长期殴打过年 还打得变成一场呢 长期殴打 打得变体脸下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个举包人 她怎么说的 时间 地点 是在二零零 对 二零零八年的二月 你 过年呢 从齐州 去你任职的都庭市探庆 你当时 不是还去青山接她吗 你们俩见面之后啊 发生了点口角 你还动手打了她 你记得吗 零八年的事情 我真不记得了 是 齐远 你再仔细想想 她是不是去看过你啊 她离开家前 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们经常吵架 有时候我在齐州的时候呢 我们就过一个周末 有时候我不在齐州 在外地的时候 她就过来看我 的确是 零八年的二月份 我们过了一次春节 那这人 应该是你接的吧 人是我接的 人是我接的 那你们是因为什么吵架 还动手了 我没吵架 我根本就不记得我动手了 齐远 这是你们一面之词 那 那几个人都说了 你动手打了呀 我跟你说过我没有打她 你看 你可以说是一面之词 那个人呢 那个举报人呢 你告诉我 你把她叫过来 我当面跟她对峙 这不就全都清楚了吗 我到底打没打不念 老秦 那个举报人我们去找过 凭空就消失了没找着 我知道这事不合 你还是不是公安啊 举报人凭空消失了 你就来问我 然后说我是一面之词 我现在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你怎么知道我来撒谎啊 老秦 想不要生气 请你过来啊 只是做一个正常的询问 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坐下 来来 先喝杯水 我来告诉你 这个举报人是怎么回事吧 他是齐州晚报 职工食堂的一个退休的老阿姨 他跟郭念之间关系不错 这些都是郭念跟他说的 还有啊 郭念跟他说 他经受不了你对他的折磨 提出来要离婚 你不同意 甚至还 甚至还说杀了他 林峰 你还是不是我朋友 他们都可以跟他问我 你可以吗 你不认识我吗 你不认识郭念吗 我们在一起待了多长时间 我能杀 我能杀了他吗 我在公安局待过 我现在还在法院待过 你说我 我再冲动我也不能说我要打他 我要杀了他 老许 我去看看 老许 对不起啊 今天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觉得我有点失态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杨老虎 对不起 如果你们真的认为我 长期地虐待国念 我相信你们可以从他的身上 找到一些证据 等你们弄清楚之后 需要我配合调查的 我会全力配合 好 我可以走了吗 行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那我去 我去走了 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好了 你呢 就给我重吧 好 回去吧 走吧 走吧 好 是项科长 他说公安认为 举报信和失踪的老阿姨 都不算实质证据 尤其是那个失踪的老阿姨 突然间作证又突然间失踪 太过蹊跷十分的可疑 所以并没有把齐恒 列入主要的嫌疑人 还有吗 项科长还说 让我们不要再拿 他去澳门赌钱的事情 来要挟他 否则他宁愿去纪委坦白从宽 也不再为我们做事了 他这个人哪 这嘴里喊的啊 正义凛然的 真要他原地爆炸 你看他敢不敢 关键的个人档案 他也发过来了 陈叔怎么说呀 陈叔说 现在要定一个人的罪 就要从人证物证 案发的时间地点死因动机等多方面下功夫 现在警方不会只看口供了 就他懂啊 他说他告诉我们这些只是为了普及刑侦知识 并没有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案件 行了 这样 你去把郭念的答案打印出来 好戏要上演了 这么多材料 你们很能干啊 姐姐一定是被郑多和罗海公害死的 姐夫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调查 咱们一起肯定比警察效率高 你以为你是谁啊 大侦探 福尔摩斯啊 那么多警察都不如你一个人 你知道你这样有多危险吗 还有你 他脑袋不成熟 你脑袋也不成熟 你是害怕危险吗 我是害怕危险吗 我是怕你有危险 你要是有危险 姐夫 我怎么对得起你爸你妈 还有你的姐 姐夫什么姐夫 好 好了 不说了 你不要再管这个事了 由我和警察处理就行了 齐悦你先别生气 他们都已经莫名其妙地怀疑到你头上了 你还信他们啊 我原来的想法其实跟你是一样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发现他们根本就靠不住 你就别那么小心谨慎 专前顾后的了好不好 我们现在已经有重大发现了 我们靠自己也行 马拉松 你靠什么自己 你也跟他一样靠自己 那警察调查我 那是属于正常程序知道吗 如果不排除几个嫌疑人 怎么能抓到真正的嫌疑人 你这么怕调查 不会真的是你爸 说什么了你 早知道还不如不说 我自己一个人查 郭伦 喂 你是郭聂的高中同学 嗯 我们从小一起在成都长大 然后一起上了树德中学 虽然她是我的学姐 但是在学校我们的关系是最好的 再后来她就到齐州上了大学 我也去了外地 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 但是还会经常写信呢 写信 是啊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微信啊 当然是写信了 不过我们都很喜欢这种方式 感觉很有仪式感 所以就一直把它保留了下来 直到她婚后 我们还一直在通信 这个吸管蛮好的 你说有她的信箱给我看啊 对 您看 你不是说是信吗 怎么是这个呀 前两年搬家了 有很多不用的东西就已经扔掉了 我就想 现在科技也都发达了 我就把那些信啊 都扫描到电脑里 随时想看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 所以就把原件给扔掉了 好 这信上说 她丈夫一直对她拳打脚踢 她过得很痛苦想离婚 但为了弟弟她只能坚持下来 这 这最后一封信说 她终于想通了必须离婚 还想到您那儿住几天 是啊 我觉得事情挺严重的 收到信后 我就立刻给她打电话 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哭着跟我说 她不敢来了 怕齐恒知道 再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我挺担心她的 我还专门到齐州去找她 但是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失踪了